各位早上好 欢迎继续加入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带人关注今日头条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28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进衔仪式 下午5点多 进衔仪式在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仁华 国防大学校长萧天亮 晋升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 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 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兼章的两位军官 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敬礼 前场响起掌声 进行仪式结束后 习近平等领导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到的是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 28号上午正式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在主席演讲当中表示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亚洲要把长治久安的前途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中 赵乐际还在博鳌 会见了帅团访华的俄罗斯副总理 奥维尔丘克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8号在博鳌国宾馆 欢迎俄罗斯副总理奥维尔丘克一行 他首先祝贺普京总统 再次高票当选连任 谈到中俄关系 赵乐际说 中俄走出了一条邻国慕邻友好 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奥维尔丘克也说 俄中在涉及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等方面 立场高度一致 在经贸领域 去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 提前实现了两国元首确定的 将双边贸易提升至2000亿美元的目标 在双边结算中 超过九成是通过本币结算 奥维尔丘克说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正在转向全球南方和东方市场 中俄在投资领域的合作 也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 在中俄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之下 已经有83个重大项目正在实施 价值约2000亿美元 涉及交通工业 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 奥维尔丘克也表示 愿继续同中国扩大合作 在更多领域开展重点项目的建设 凤凰卫视 周江线刘家号陈奇 海南博鳌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 在年会期间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令不少国家摆脱贫困 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巨大发展 他本人对此非常认同和欣赏 并且认为中国在推动各国合作 共建方面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创立24年 多年来 论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近距离观察 和了解中国未来政策的窗口 以及外商挖掘商机和寻求合作的重要平台 How does the BFA inject the confidence and the momentum into the world's economy and the global growth? I am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of what we have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Worldwide But I believe that we must do much more There are a lot of very serious impact impa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because of political security crisis 潘基文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令不少国家摆脱贫困 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巨大发展 他本人对此非常认同和欣赏 并认为中国在推动各国合作共建方面 可以发挥更重要作用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compet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s been exporting hugely and it's like a factory of producing whole important manufacturers so in that regard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proud but China should do much more to provide necessary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潘基文表示 目前很多国家政治动荡 原因是政治领袖缺乏国际领导力 他认为政治领袖必须首先是国际公民 具备国际视野 他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从乱局中独善其身 凤凰卫视金小飞 罗瑞雪 梁明健 海南报报道 更多消息稍后见 对于多家美国科技公司CEO 日前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 美国白宫28号表示 虽然拜登政府对于对华出口 美国的技术表示关切 但是并没有就这次访问 向美国科技公司高管发出任何警告 白宫强调 拜登政府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而是试图降低风险 美国白宫28号表示 虽然拜登政府致力于 保护美国的敏感技术 但对于此次 美国科技公司的CEO访问中国 白宫并未实现发出过任何警告 Again, we've had a consistent, clear conversation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particularly in the tech sector, Ed and those conversations are going to continue believe me they understand what our concerns are we've been very plain with them about that but if you're asking me are we issuing some sort of broadside warning to these particular CEOs as they get ready to go over there I don't know of any such specific warning We have simply been very very clear over the course of now many months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about the potential risk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7号在人民大会堂 集体会见了美国工商界 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包括美国两大芯片制造商 高通公司CEO安盟 和博通CEO陈浮阳 白宫当天表示 虽然美国政府 对于敏感技术对华出口存在关切 并且实施限制 但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过 美国不希望与中国脱钩 美国政治报道 日前引述两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 美国财长耶伦将于4月 再次访问中国 另外白宫还透露 美国顾亲布林肯今年也将再次访华 分析指出 在美国总统大选年 中国威胁论将在美国外交政策言论中 占据主导 但维持中美高层面对面接触 展现出了拜登政府 致力于在大选激烈进行之际 保持中美两国关系稳定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世诺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28号在北京会见阿拉伯国家联盟 新任驻华代表处主任法赫米 并且接受他递交委任书 王毅表示 阿蒙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合作 是第一个同中方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区域组织 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论坛第十届部长会将会在中国举行 双方应当以死为契机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协调 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益 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 法赫米说 自己对出任驻华代表处主任 深感荣幸 将会尽全力推动阿中关系发展 他也表示 阿方高度赞赏 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坚持正义立场 和对阿拉伯国家的大力支持 阿蒙和阿拉伯国家 都将会继续毫不动摇地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越南外交部在周四宣布 越南外长裴金三 4月3号到4号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进行双边会谈 并且和越南接壤的 并且众议中渡达 二次立恐 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美国他29日才结束访问行程 阮德胜宣布 主管经济的越南政府副总理李明盖 30日到4月8日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 期间他将图美国政界和学界举行对话 解释越南经济政策 并听取美国政学界的看访建议 另外据月媒报道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副仲 26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 祝贺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在致电中 阮副仲再次邀请普京早日访问越南 普京早前已接受邀请 阮德胜回应说 越俄认同将在适合时间安排此访 他还表示 越南一直关注俄乌冲突的演变 并重申越南的立场是支持 以和平措施解决纠纷 在国际法的基础上 确保有关各方的正当利益 凤红卫视国方 阮世莱音和您报道 南海紧张局势没有缓解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周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未来几周 飞方将会在南海 对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 采取反制措施 中国国防部就强调 中方不会在南海问题上 任飞方胡来 中国与菲律宾围绕着 仁爱礁的摩擦持续 菲律宾防长日前命令军方 启动全面群岛防御规划战略 菲律宾官员指责中方 多次阻拦其在仁爱礁的运捕行动 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一切准备 坚定捍卫自身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国国防部批评 菲律宾的挑衅滋事 是近期南海问题升温的直接原因 菲律宾是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同时中国国防部说 美国介入是南海动荡的最大推手 国防部批评 美国罔顾事实挑动对抗 为菲律宾站台背书 多次以所谓的双边条约 对中方威胁施压 还派出军舰到南海挑衅滋事 严重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方强调 美方根本无权插手南海问题 美非的军事合作 绝不能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在解决南海问题上 有着充足的战略定力 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同有关方面妥善管控海上分歧 同时坚定捍卫自身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当地时间3月28号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人员表示 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提供的部分粮食物资 已经运抵了埃及 而这批物资视为450吨的大米 不久前从上海港起运 已经通过呼运商船 于当地时间的27号 抵达了埃及的塞德港 之后将会通过埃及的红星约会 尽快转交八方 除此以外还有450吨面粉 将会于4月的中旬运抵塞德港 另外以哈战事持续 离开国安理会要求加沙 立即停火的决议 并未能缓解轰炸和战斗 哈马斯声称 但是西法医院就有2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另外12名病人因为得不到治疗而死亡 哈马斯就表示 对于近期可以达成停火协议 感到并不乐观 国际法院28号再次作出裁决 责承以色列要确保人道援助 顺畅无阻地进入加沙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28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继续在加沙北部地区 包括西法医院开展军事行动 医院多栋建筑遭到轰炸及纵火焚烧 附近的居民住宅也受到轰炸 造成超过2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另有近千人被逮捕 根据西法医院消息 28号当天再有12名病人 因营养不良和缺乏治疗而死亡 而在加沙城东部的加沙工业园区 据报有6名巴勒斯坦人 在等待援助物资时 被乙军枪击和炮轰打死 沙体那名营也有多栋建筑和居民楼 被乙军轰炸 中部地区也同样遭到袭击 民众慌忙走壁 哈马斯谴责乙军持续攻击 加沙医疗机构和平民 并指责国际社会对此无动于衷 哈马斯表示 对近期可以达成加沙停火协议 并不乐观 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有意延长军事行动 哈马斯强调战后加沙要由 巴勒斯坦人治理 有关加沙未来的所有决定 都必须得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意 加沙政府也必须在全体 巴勒斯坦人共识的基础上组成 联合国安理会虽然通过决议 要求加沙立即停火 但轰炸和战斗并未缓解 联合国国际法院28号再作出裁决 则称以色列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与联合国充分合作 确保人道援助 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 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下弃权票 促成停火决议获得通过的美国 在以哈爆发冲突后 一直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一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员工 谢莱恩27号宣布辞职 直言无法再忍受美国政府 支持以色列的行为 原本是国务院民主 人权和劳工局 近东事务办公室的员工 他表示以军在加沙及约旦和西岸 杀害巴勒斯坦人 可以被称作种族灭绝的行为 完全是在美国政府的外交和军事 支持下实施 认为美国作为所谓人权倡议者的信誉 已经近乎崩塌 自从本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已经有多华府官员辞职 抗议政府盲目支持以色列 对遭受屠戮的巴勒斯坦人 视若无睹 今年2月 一名25岁美国空军现役军人布希内尔 更在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前自焚 他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28号表示 调查发现 莫斯科近郊音乐厅孔习的实施者 从乌克兰收到了大量的资金和加密货币 用于准备袭击 孔习嫌疑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有关 而美方则是回应称 这一指控是无稽之谈 以斯兰国才应该对这场袭击 负全部的责任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发言人 彼得·联科28号说 调查证实 恐启实施者从乌克兰收到 大量资金和加密货币 用于准备这场袭击 比德连克还说 以查明并逮捕另一名参与资助的孔习嫌疑人 将提醒法院对其进行积压 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科比回应称 俄方指控是无稽之谈 伊斯兰国才应对这场袭击负全部责任 另外据路透社报道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发言人28号在电报频道赞扬了这期孔习 并敦促支持者将矛头指向美国欧洲和以色列 他还说 祈求伊斯兰国支持者能到达巴勒斯坦 这样便能在无休止的宗教战争中 与犹太人面对面战斗 克里姆林公则警告电报创办人要提高警惕 因这一社交软件 据成被用来帮助招募这次孔习的枪手 上和组织秘书长张明在出席波欧亚洲论坛期间 回应俄罗斯巴基斯坦的恐袭事件时表示 上和组织将一如既往的和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坚决打击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三股势力 近期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遭受恐怖袭击 莫斯科音乐厅恐袭死亡数目目前已增至143人 巴基斯坦恐袭造成5名中方人员和1名8方人员遇难 上和组织地区反恐机构26号发表声明称 愿为调查莫斯科音乐厅恐袭事件提供协助 上和组织秘书长张明28号在接受采访时 再次谴责恐怖主义犯罪行径 我代表上和组织第一次件发出了声明 强烈谴责这样的恐怖事件 同时也表达了上和组织决心 我们一如既往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坚决打击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 这样的三国势力 同样我们也会一如既往把安全合作 放在我们上和组织合作的优先地位之上 张明说安全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 长期面临的严峻挑战 只有共同肩负责任才能有效应对 今年是上和组织秘书处成立20周年 张明表示 下一步秘书处将完善自身建设 为上和组织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上和组织的机制的完善改革 一直在持续的推进之中 从来没有停止过 凤凰卫视周嘉信留下号陈奇 海南博鳌报道 针对莫斯科音乐厅的恐怖袭击事件 俄罗斯有军事专家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西方正在通过各种手段 煽动俄罗斯与中亚移民的仇恨 扰乱俄罗斯社会 莫斯科科洛库斯音乐厅的恐怖袭击 恐怖分子来自于塔吉克斯坦 俄方则指乌克兰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幕后指使人 俄罗斯有舆论认为 西方正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 煽动中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小培养其愁恶心理 目前中亚等国有媒体爆出 恐怖分子在其境内招募 对俄进行恐怖袭击 俄罗斯战地记者军事专家舒里金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的中亚民众众多 但大部分从事的是低市司机 工人 服务员 外卖员等服务性行业的工作 恐袭事件的目的之一 是煽动俄罗斯民众对中亚移民的仇恨 加剧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的冲突 第一 开始炸心 第一 将是重新养的产 명自然间 第二 开始炸心 对中国的产生产相当 第二 再次需要制作评论 结合作出更新养的事件 在自己变成的意义 发生了一种会变成的 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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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以难道 addictive 宿旅金还认为 在第二次车程战役之后 俄罗斯也频繁受到恐怖袭击 而克洛库斯音乐听恐袭事件的发生 也让俄罗斯再次动员打击恐怖主义 在采访中书立金还指出 考虑到公众们是越来越担心 莫斯科的公共安全问题 那接下来当局应该会投入更多的警力 同时目前各方是都在呼吁恢复死刑 但是克洪此前表示 暂时未将此事列入考虑范畴 以上就是凤凰威视 尹丽 苏炳燦 热鸟 在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 估计俄罗斯可能会在5月底到6月 发动大规模攻势 乌克兰集训盟友提供爱国者 防空系统等武器 俄罗斯一架战斗机在克里米亚坠海 官方还没有交代原因 俄罗斯一架战斗机坠落在克里米亚附近海面 搜救队在距离岸边200米处找到飞行员 俄方没有交代战斗机坠海原因 只提到飞行员在发生事故时安全弹射出舱 未造成民用设施受损 有专家指事故可能由火警或技术故障引起 乌克兰首都基辅28号响起防空警报 乌方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共击退了俄方近30次攻击 而乌军就击中11个俄军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 他认为目前的战局较之前稳定 但俄罗斯有可能在5月底至6月期间发动大规模攻势 乌克兰武装部队还没有做好防御的准备 而且乌军的火炮已经消耗殆尽 他相信美国如能够提供5-7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将能够有效保卫乌克兰 泽连斯基也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通电话 促请他就通过美国军援乌克兰仪式 尽快召开会议表决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布劳恩皮维28号访问基辅 在乌克兰国会发表演说 他也同泽连斯基会面 两人谈论防卫合作 泽连斯基当天也委任了 伊瓦仙科维新的对外情报局局长 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至5月20号完结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那天之后泽连斯基的认受性将受到质疑 凤网络综合报道 俄罗斯28号否决联合国安理会 有关继续延长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任期的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由美国提出的 1718委员会专家小组任期延长一年的提案 决议最后获得13票赞成 一票反对以及一票弃权 由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 投下了反对票 决议不获通过 美方其后指责俄罗斯的决定 将会使得朝鲜更加胆大妄为 进一步的发展远程弹道导弹危害全球安全 而俄方反指美国多次使用否决权 阻止以色列伤害巴勒斯坦平民 无权教训其他人 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 28号通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将会在4月10号向参议院提出 两项针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指控 不过舒默则称 指控是骗局并没有证据支持 约翰逊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 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 共同签署的一封信中 敦促参议院尽快安排对此事的审判 信中写道 两项指控的证据都是明确 全面和令人信服的 众议院弹劾在任内阁官员的庄严行动 要求参议院及时采取行动 此举将迫使参议院正式处理此事 然后舒默将必须决定 是否在参议院进行审判 投票立即驳回指控 或将其提交给特别证据委员会 如果参议院对法案进行全力投票 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的支持 才能对马亚卡斯定罪 并将他免职 但参议院由民主党领导 法案几乎不会得到足够的支持 众议院共和党人指控 马亚卡斯犯有重罪和轻罪 包括故意和系统性的拒绝 遵守法律 以及违反公众信任 约翰逊在这封信后发表声明说 入书莫关心宪法 关心结束拜登的边境灾难 所造成的破坏 他就会尽快安排一次 全面的公开审判 听取众议院提出的弹劾论据 国团安全部随后重申其先前的声明 弹劾是毫无根据的 违反宪法的 历史将铭记众议院共和党人 为了政治利益而践踏宪法 而不是努力解决边境的严峻挑战 书莫没有透露弹劾条款 到达参议院后将如何处理 只是批评这些指控是骗局 且没有证据证实 凤凰卫视张备远 华盛顿报道 更多消息稍后见 华盛省弦市中级人民法院 28号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 受贿 行贿 单位行贿 非国家人员受贿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议案 庭审中检查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高人李铁及其辩护人进行了执政 供变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 充分发表了意见 李铁进行了最后陈述 当庭表示认罪回罪 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人大代表正习委员 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 40余人旁听了庭审 显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9年至2021年 被高人李铁利用担任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选拔队主教练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球员入选国家队 赢得比赛 签约俱乐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人民币 共计5089万余元 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 行贿罪 单位行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追究李铁的刑事责任 中国足球协会竞赛部 原部长黄松受贿案等 当天由湖北省松资市人民法院等 公开开庭审理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台北餐厅食物中毒案 其实28号的下午5点钟 接获18例食物中毒通报 其中两人死亡 5人重症 台北当局从死者的身上 验出了罕见的米酵菌酸之后 一名厨师被警方移送北检侦办 而另一边餐厅的果条供应商 28号开始停止为下游供货 警方落叶约谈案中负责烹煮的 代班胡姓厨师 了解其在当天对食物的烹煮过程 目前以依据食安法 过失致死等罪嫌 将胡移送至检方复讯 当局也正在调查 案件是否由于这名厨师 未能妥善保存食材所致 设施餐厅的创办人李仿轩 登记负责人陈亦凡 28日晚间到台北市法务局 出席调查会议 协商后续赔偿和保险问题 法务团队指餐厅目前负债 是否有赔偿能力 仍是未知数 二人进出大厦期间 面对记者追问 全程沉默 警方表示不排除再约谈李仿轩 以理清事情相关疑点 案中有死者体内验出 米酵菌酸毒素 据悉米类制品受微生物污染 有可能产生米酵菌酸 人体摄入1毫克 也有可能致命 专家称目前未有针对 米酵菌酸的有效解毒剂 两名男性死者的家属 接受采访时一度哽咽 敦促台湾检察机关 司法机关尽快还被害者公道 屡性死者的妻子更表示会提告餐厅 另一边餐厅的果条供应商 28日中午被卫生局急查后 已暂停供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关日本小林制药公司 红取保健品致病的问题 日本厚生劳动省星期四 召开专家调查会议 紧急追查原因 日本政府也表示 将向国际社会公布有关信息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四召开 专家调查审议会 协商小林制药红取保健品 致病致死问题 小林制药公司负责人 也到场说明事件经过 截至周四 因服用红取保健品死亡的患者 已上升至四人 另外有超过100人入院治疗 小林制药当天召开闭门股东大会 有股东表示 社长流泪道歉 但对于致病致死原因 到底是红取原料中 出现了具体什么未知成分 仍未查明 小林制药将在周五举行记者会 事发后 小林制药召回的商品达到100万个 使用小林制药产红取原材料的 食品公司达到52家 最终销售给至少170家公司 除日本国内外 部分保健品等商品还销售到台湾地区 也已宣布召回 日本政府周四表示 已向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有关各国和地区提供信息 努力将日本食品安全信誉 在海外受到的影响将至最小 凤凰卫视 林淼 沈天正盛 日本东京报道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呼吁市民不要使用一款日本进口黑醋产品 因为有关产品可能会含有怀疑有问题红取成分 中心正在跟进事件 受到影响的产品名为红取黑醋 由福山黑醋诸事会社生产 容量500毫升 中心的发言人就表示 德西日本近日正在回收含有怀疑有问题红取原料的食品和饮品 随即就事件联络进口商以及零售商跟进 初步调查显示铜锣湾的一个零售点曾经出售 进口商已经按照指示将受影响的产品停售及下架 并且展开回收 中心会加强监测并且继续地跟进事件 香港进入艺术三月 城中汇聚了多项大型艺术盛事 第九届香港艺术展会28号在中华海滨开幕 展出一系列塑造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作品 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艺术体验 第九届香港艺术展会于3月28号至31号 在中华海滨举行 位居98间来自香港亚洲及世界各地的顶尖画廊 展出一系列塑造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作品 作为艺术界年度盛事 展会云集亚洲先锋画廊的新进精英 以及国际知名艺术大师的精心杰作 今年的活动是展会自2015年举办以来 规模最大最丰富多彩第一次 参展的艺术家各者项目 也是迄今为止最多的一次 我觉得很多新的元素可以看到 很精彩 因为我们艺术大师始终好像比较年轻一些 所以有很多年轻艺术家 还有很多不同媒体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参观完展览后 从中黄海滨走向天马公园 与两百支巨型发光弹组成的光连神秘又奇幻 置身发光弹中犹如走进迷宫 复活节将至不少市民游客到此打卡 很好 因为很圓和不像这个世界有的东西 很好玩 很好玩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很开心 很有创意 挺有趣的 这些发光弹的展期到今年6月2号 不过市民若想进入草地范围触碰发光弹 则需要预约 主办方表示会似乎情况增加预约名额 让市民体验近距离互动的快乐 富皇卫视 王叔 香港报道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国见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四个别发展 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败指数在创售盘新高 详情请看驻纽约记者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四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离开之后全天都是盘整的态势 并结以盘整观望的心态结束了第一季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但是标准PRO500指数还是创高速收标准PRO500指数 并且走出了2019年最强势的一个季度 在星期四最新的经济数据都是显示 无论是从上周首次申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消费情绪指数 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在上年的第四季度都是超出市场预期为好 所以这使市场开始忧虑联邦准备局今年是否还会降息 不过投资人认为64%的合约还是显示 从6月份可能会开始降息 而且今年可能会降息一到两次 那么在星期四没有重要的其他的行业类股方面的消息 投资人还是对一些传统的机油股进行追捧 标准PRO500指数当中能源类股升幅最好 实际上能源类股在第一季度也是表现量力上升10% 芯片类股在第一季度表现是超强人力上升17% 在标准PRO500指数11大行业股当中跌幅比较大的 就是电讯类股以及科技类股 那么今天科技类股遭到盘整的一些卖压 特别是特斯拉呈现下降拖累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是复活节 美国股票市场将会休息一天 但是仍然有重要的经济数据案期公布 也就是个人消费核心物价指数 以及联邦储备局主席将会有经济状况 要不要讲话将持续会受投资人的高度关注 收盘时时间长来收益是4.20% 油价是上升2.24% 以83块一毛七一桶的价位作收 而仙价更是上升1.22% 2220.86美元的历史新高纪录作收 以上是新一世情况 富豪卫视旁哲 纽约报道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28号宣布 组建成新内阁 内阁成员名单已经获得总统阿巴斯的批准 新一届内阁将会在31号宣布就职 本月早前获得阿巴斯任命为新任总理的穆斯塔法 组建了新一届内阁 并且获得阿巴斯批准 穆斯塔法本人同时还将会担任巴勒斯坦外长一职 即将上任的23名部长当中 至少有5名是来自于加沙地带 不过目前不清楚这5人是否还身在加沙 穆斯塔法此前表示 将会努力地组建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技术官僚政府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目前仅实际控制越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 美国一直希望推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 以便在以哈战争之后管理加沙 而以色列对此则是明确表示反对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8号宣布 福岛第一核电厂在2024年财政年度 即2024年的4月到2025年3月 将会通过7轮核污染水排海 共排放5.46万立方米的核污染水 东京电力公司宣称 排海核污染水的放射量 预计共有14万亿贝克勒尔 第一轮核污染水排海会在4月到5月进行 排海的总量计划为7750立方米 中方过去多次指责日本一意孤行 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的风险 是极其自私 极不负责人的行为 要求日方停止这个错误行为 我们再来看一下谷歌发布了 2023年度的广告安全报告 强调致力于保护数字广告生态系统的安全 又表示将会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应用 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 以提升网络执法力度和维护安全标准 谷歌2023年度广告安全报告显示 去年共阻止删除超过55亿个不良广告 略高于2022年 同时谷歌还阻止删除 1270万个违规广告主的账户 几乎是2022年的两倍 谷歌广告隐私于安全 副总裁兼总经理伦诺克斯表示 谷歌的目标是在不良广告 登上谷歌平台之前就拦截 并暂停诈骗广告账户 或在发现后立即移除 谷歌承诺将进一步加强 其广告安全和执法措施 报告还强调了 人工智能在2023年的影响 并指出其变革潜力和相关挑战 谷歌表示 其安全团队正在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 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来加强执法力度 相比于传统的机器学习模型 大型语言模型能够快速审查 并解读大量内容 同时掌握内容中的重要细微差异 这些先进的推理能力 已经让谷歌能够针对一些更复杂的政策 做出更广泛且精准的执行决策 谷歌还表示为了应对日益盛行的在线诈骗和欺诈行为 以采取各种措施来打击欺骗性广告 其中包括更新政策 部署快速响应执行团队 以及增强检测技术 其中一项关键举措是 有限广告投放政策 该政策可以限制具有可疑记录的广告商 从而降低欺诈和误导性广告的风险 此外 谷歌表示 已经创建专门的团队和更新政策 来检测和删除新出现的威胁 如深度伪造诈骗 尽管面临持续的挑战 谷歌承诺将继续致力于保护用户 并继续投资于检测技术 以及与全球反诈骗组织的合作 凤凰卫视王琪 华盛顿报道 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创办人 班克曼·弗里德 因为犯下电信欺诈 证券欺诈和共谋洗钱等罪 在28号被盘入狱25年 不得假释 法官将这起诈骗案类比为 麦道夫式的庞氏骗局 28日 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官卡普兰宣布 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创始人 现年32岁的班克曼·弗里德 因电信欺诈 证券欺诈 以及洗钱共谋罪等 被判25年监禁 不得假释 法官卡普兰多次将班克曼·弗里德 类比通过设置庞氏骗局 窃取投资者资金的麦道夫 称这一行期是综合考量 班克曼·弗里德行为的无耻 以及欠缺悔改之意 认为他以后有再犯风险 25年行期 低于检放此前建议的40到50年 但是高于被告律师寻求的6年左右 此前检方指控班克曼·弗里德 窃取客户转入FTX平台 购买虚拟货币的资金 用于投机交易 购买房产 以及300多项政治捐款等 陪审团此前判定 他造成了平台用户 100亿美元的损失 而班克曼·弗里德则当庭宣读了一份20分钟的声明表达歉意 但是仍然否认自己犯罪 其律师辩护称被告有自闭症 并指其行为并不是出于恶意 而仅仅是出于数学考量 被告父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声明当中对这一裁决表示痛心 称将上诉到底 富宏卫视陈飞飞 张兆宇 纽约报道 美国加州即将实施新规 提高快餐店员工的最低时薪25%到20美元 为了应对时薪大幅上涨带来的开支负担 当立德各大快餐连锁店计划加价 或是不得不裁员削减员工的工时的 加州快餐工人的最低时薪将在4月1号起 涨至每小时20美元 包括麦当劳 星巴格等主要餐厅都表示 顾客将承担最终的成本 这也代表着常见的汉堡 炸机等 总体价格将上涨至3.75% 据悉这一主张涨薪的1228号法案 适用于在加州开店 同时在全美范围内 拥有超过60家以上分店的连锁快餐店 并涵盖公司持有和特许经营的门店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在2022年5月的数据显示 加州拥有54万快餐店的工人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加州当前的任何行业 最低时薪为16美元 这也意味着许多收益员 柜台服务员将在一夜之间 增加25%的时薪 而联邦最低工资 自2009年以来 一直停留在每小时7.25美元 曾作为克林顿政府劳工部的 首级经济学家霍尔泽子表示 针对加州快餐工人的薪资 一次性的大幅调整是不寻常的 对于保住工作的人会变得更加宽裕 分析指教授没说的是 雇主或将不得不解雇员工 缩短工时减少招聘 作为应对劳工成本的暴增 一些快餐店会考虑搬离一家州 分析指这种急剧 而突然的工资增加 对于经济的效应上不清楚 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全美快餐价格较2020年2月的水平 上涨了近30% 从2019到2022年 餐厅员工一周的工资上涨了26% 达到了501美元 据悉在加州州长纽森 签署加薪法案后不久 联邦和州的文件显示 加州数百家必胜客经营的餐厅 开始裁员 一共踩掉了1100多位送餐的司机 方黄卫视 杨凡军李战青 洛杉丽报道 南非北部28号发生一起 大巴车坠桥事故 造成45人死亡 一人重伤 意外发生在南非北部的林波波省 一辆从博斯瓦那出发的大卡车 在行驶到了马马拉卡拉地区时 失控 撞向了围栏之后 冲出了桥面 之后坠地起火 车上有46人 只有一名8岁的女童生还 她被救出后 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暂时还不知道 车祸的具体原因 当局已经展开调查 南非总统拉马夫杂办公室 发表声明 向博斯瓦那 以及向遇难者的亲友表示哀悼 南非交通部长齐坤家 也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并且促请司机要审慎驾驶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 28号进行第54天的审讯 崇光团队与英国保守党 人权委员会委员裴伦德 联手推动反香港国安法联署 从犯证人黎宇轩坐供指出 法力生效之后仍然持续请求外国制裁 案件在28号踏入第54日审讯 李之音由求车押送至香港西九龙 裁判法院应讯 共方继续传召第4名从犯证人 12港人案的涉案人员 李宇轩坐购 共方展示英国保守党 人权委员会委员裴伦德 与李宇轩于2020年6月26日的对话 内容显示 因应香港国安法即将实施 佩伦德指出重点 是要利用香港未来6个月的情况 透过惩罚分裂及占领等方式 企图颠覆政权 李宇轩回应指 明白并乐意担任相关角色 佩伦德与李宇轩讨论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策略 佩伦德认为 全球对华策略需做调整 而激烈抗争则是最佳催化剂 并建议继续推进示威 空防于亭上展示 2020年6月29日 李宇轩与佩伦德的对话 显示二人就发起联署声明 反对香港国安法进行讨论 李宇轩将由崇光团队 拟背的联署声明出稿 发给佩伦德 希望透过佩伦德 取得更多海外人士支持 李宇轩另设网站 发布有关联署行动 李宇轩指 最终上次爱知网站的 联署声明内容包括 呼吁各国制裁有关官员 其他相关人士及组织 空防展示 2020年7月2日 香港官法深效后 李宇轩与佩伦德的对话 李宇轩希望透过国际游说 要求外国停止 与香港的形势司法协助 与移交逃犯协定 李宇轩又指佩伦德表示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就上述议题成立专责小组 李宇轩其后 活摇参与小组的一次网上会议 最终会议共识各小组成员 将向所属国家政府施压 要求就有关议题 采取行动 碰环卫视卢锡文 向个报道 最后再来关注几则娱乐新闻 来看娱乐快递 国际著名导演张艺谋 近日获第26届 乌电尼远东电影节颁发的 金桑树终身成就奖 以表扬她对亚洲电影的重大贡献 这次是张艺谋第12次 获得终身成就奖 成为华人导演之冠 据悉本届远东电影节 将于4月24号到5月2号 在意大利北部小镇乌电尼举行 张艺谋导演的名作《活着》 以及《大红灯笼高高挂》 修复版也会登场 而由香港电影发展基金 及《创意香港》支持拍摄 张家辉指导及主演的新作《熟梦》 则入围乌电尼远东电影节的 竞赛单元 张家辉将以导演身份出席 他对于新作入围感到十分雀悦 并表示这次跟以往不同之处 在于压力较大 更需要承担结果的成败 台湾歌手杨成林于2019年 和内地歌手李荣浩结婚后 夫妻二人一直恩爱有加 近日李荣浩在社交平台官宣 将于4月20号在北京鸟巢开唱 这是他首度登上鸟巢开唱 心情相当兴奋的李荣浩 更是晒出手臂的纹身 纹身的图案是麻雀与山河交错 有歌迷一眼便得知 这图案背后的寓意 就是麻雀飞过山川到达鸟巢 而在李荣浩发文后不久 杨成林转发贴文 并表示这张照片是由他拍摄 他们的甜蜜互动让网民十分羡慕 已故女歌手李文的二姐李思琳 日前在香港出席关注长者精神健康活动 提到最近有人以AI制作将李文复活 李思琳表示 用作商业操作的行为并不赞同 我觉得这个这样利用AI不是一件好错的事 因为你怀念那个人 如果你觉得这些AI能够给你复原 你没有做到的事是可以 当然用来商业操作 利用一个不在这里的人去侵权 好像不是太恰当 这个是对不在这里的位置的伤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感谢您的观看